接下来的话题应该是广大圈有人生的终极梦想了 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长寿 咱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来为大家分享长寿的养生秘籍了 比如说护好三羊脉 还有心肝脾肺圣经的养护 都是对长寿有好处的 但是有一个传言说了 做一次盘腿下蹲再站起来 就这个动作就可以判断您的寿命是长还是短 特别是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特别的有用 大伙是不是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验证一下了呢 到底这个传言是真是假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最近我们网传有一个小动作可以预测你寿命的长短 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十分的有用 那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确保你穿着舒适的衣服和鞋子 周围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而且同时弯下腰部依靠任何外界的力量盘腿而坐 那这个方式呢就是满分的一个动作 用两个小方法就能测寿命 这个靠谱嘛 小编我也是半心半疑 于是找来了两位体验者 看看他们对于这些方法有什么感受 你们对今天这个挑战是自愿的吧 对 愿意做吗 当然 好 这是你把亲自自己说的 那接下来呢我先演示一下动作 然后你们跟着我一起做 看看能不能做到这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比较简单 双腿交叉在没有任何助力依靠的情况下 坐下 这么简单的动作 两位挑战者能试你完成吗 这么病着 对 病过去 双腿交叉 然后直接坐下去 看能不能坐下 我感觉我坐应该挺非劲 不能用手 不可以用手 也不可以伏吸 你能行吗 我也非劲 我尽量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 我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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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坐下了之后是不是 那我们有第二下 那就是不用手 膝盖或者手臂的力量 自行的站起来 如果站起来的话 说明你们也是满分 可以吗 我觉得我肯定站不起来 我也是 我背积 我感觉 我脚 不用手 我估计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行 来 脚都没在地 怎么站起来 行吗 行吗 你你先 他能站起来 我们看得到啊 这位先生在站起来的时候呢 他的手势用了一下力 就是把自己撑了起来这种 但是我们的要求呢 是双手哪都不用力 而且不扶任何地方 这样的话你才是满分 要不然是要扣分的 我一点都起不来 你要不能往前使劲 就是重心往前起 起来你脚呢 起来给你扶一把吧 你扣分扣分吧 我真起不来 我用手不飞进 我们看到这位女士在起来的时候呢 我连扶她或者她自己用手撑起来的时候 她都撑不起来 我想你我特别想知道你刚刚在起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我我这么试图往前起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该哪用力 我哪都用不上力 你说我脚吧站不到地面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一个着力的地方 然后我就用手把着的时候就感觉重心不稳 因为其实我平时平衡感觉比较差 就感觉整个人就往后仰你知道吗 就起不来 那种感觉 那黄黄这位先生您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力气来的吗 我就是把上肢往前倾 然后稍微用胳膊借了一点力这个样子 然后就腿又能使用劲的 然后站起来了 那我们最后一项里面说的是 每用手或者膝盖支撑一次 每减分一分 那身体每摇晃或者是去平衡一次 就会减0.5分 你认为你刚才还有分吗 没有 我感觉我每项都要扣 那这位先生呢 我感觉还好吧 就站起来的时候可能用手记得下力 平时前面应该没 就还好一点是吧 大概最多就扣两分左右 差不多 那我们这里边有个结果呢 说的就是这个死亡率啊 是21% 说明他每减一分的时候 你就要增加21%的死亡率 那我扣了这么多分还不活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个简单的动作 真的与人的寿命长短有关吗 对此我们找到了首都体育学院田径教研室 龚欣青副教授 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 说跟这个寿命 或者说跟年龄 可能是有关系的 如果越年轻 它的骨四头肌越有力量 那么它做的次数可能越多 那么岁数越大 它的骨四头肌可能萎缩性更强一些 机体来说说得病 或者说是什么样 还是没有太大的关联度 我觉得 您听明白了吗 其实这个动作并不是真能测数您的寿命长短 只是能反映出您骨四头肌的状况而已 龚老师说 老年人最应该锻炼的就是骨四头肌 很多老年人坐在稍微软一点的椅子上就起不来 就是因为骨四头肌力量减弱 针对骨四头肌的锻炼 龚老师推荐了两个适合中老年人的锻炼方法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就是下蹲的练习 就是说我们两腿分开 与肩同宽 手臂前举 蹲下 再伸往下压 伸起来 举臂下蹲 下臂伸直 这样做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 小腾还没做两个 龚老师可就发现问题了 注意注意 跨重点了 这个动作的重点就是脚后跟不能离地 除了蹲起之外 龚老师还说 筋肌独立也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练习 既能锻炼平衡 还能锻炼骨丝头肌的力量 一举两得 这两个简单实用的小方法您记住了吗 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赶紧学起来吧 原来这个盘腿下蹲 这个简单的动作并不能测出寿命的长短 只能反映出我们的骨四头肌的状况而已 但是这个老年人运动的能力 它的下降和这个骨四头肌 那是相关密切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